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非遗憾 你干什么 不接我电话还夜不归宿 胆子大了你 说 昨晚去哪儿了 你管我去哪儿 丈夫 我要去上班 夫妻守则第五条 妻子必须随时给丈夫汇报个人情况 宋岸祥 你是要毁约吗 我就迁就你这一次 昨天你走后 谁吃醋了 我猜没有 我有什么好吃的 那你逃跑什么 谁逃跑了 我猜没有 我有什么好逃跑的 我跟Jennifer什么都没有 你这样怀疑我 是在侮辱我吗 都当着我的面搂搂包包 还说什么都没有 不要理我 你哭什么 我没哭 你别烦我 我要去上班 晚上暗示回家 要是再敢不接我电话 后果自负 来上班了呀 这要是没有转正的员工 可是我虽然是非常努力的风险呢 要我 要我 我可没有这个脸皮来 佳琪 你非要这么说话吗 我怎么说话了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店长 安强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总部今天下了通知 从今天开始 胜任你做店长 恭喜你啊 这 这是真的吗 汪经理 是真的 你一直很优秀 而且对于做甜品 非常有研究 所以你容身店长 是实至名归 我被调去别的店了 以后这里 就要靠你啊 一会儿你过来找我一下 我给你交接